后天 也就是20号晚间 女排试联赛的总决赛就将在泰国曼谷进行 参加总决赛的球队也是陆续抵达泰国 因为在距离试联赛时间非常近 因此这次比赛绝大多数球队 直接用的就是最后一站的球员 没有太大的变化 除了中国女排 在试联赛中 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中 有6人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此主力球员们也是非常的劳累 因此在拿到了奥运会的资格之后 蔡斌和女排教练组也是决定 接下来的总决赛让替补和年轻球员去参加 所以他们并没有直接从香港飞往曼谷 而是在昨晚返回了福建漳州 今天中国女排参加总决赛的阵容 也将从厦门直接飞往曼谷 但留给他们备战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了 因为在20号晚上6点半 中国女排就将迎战日本女排 她们的备战时间总共也只有48个小时 从昨天日本女排抵达时的照片 可以看出 这次日本女排也是派出了几乎全部主力的阵容 双方的实力差距也是不言而喻 这次中国女排的替补阵容 可能又将迎来一场0比3的惨败 观中国女排现在的主攻力量 李盈颖表现越来越成熟 进攻越来越犀利 发球也越来越有威力 是球队绝对主力的不二人选 张长宁 李约奥运会第三得分手 能在主攻和接应的位置上来回切换 虽然这几年抽空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 与球队磨合有待提高 但是经验丰富 技术全面 场上状态开始回升 逆转土耳其的头号功臣 吴孟杰 新生代球员 打球思路清晰 表现灵活 年轻有冲进 这些都让球迷眼前一亮 从李约到巴黎奥运会 除了接应位置 中国女排各位置都有新球员独挡一面 主攻位置李盈盈 副攻位置王媛媛 二传刁林雨 自由人王孟杰 但在接应位置 一直都是龚翔羽苦苦把守 即使身体有伤 也要带伤上阵 中国女排是时候给龚翔羽 找个合格的替补了 特别提一嘴王云露 之前缺席香港战 让不少人议论纷纷 但现在看来 他有望在总决赛重返战场 用实际行动回应质疑 继续为中国女排贡献力量 实话实说 目前的中国女排 远不如李约夺冠的实力 世界联赛中国女排全主力出战 而其他世界强队均保留了实力 中国队二传与主攻 副攻之间的适配较多 发球没有破坏性 一传成功率和拦网 有效率不高等问题 仍未有效解决 40多天的时间 蔡斌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不出意外 中国女排出征总决赛 16人大名单如下 主攻张长宁 吴孟杰 庄宇山 王云露 王毅竹 副攻高毅 王远远 王文涵 曾洁雅 杨涵玉 接应 郑一新 段孟可 二传 徐小婷 丁霞 自由人 王孟杰 许佳南